62岁资深男星蔡阿炮 参演过多部本土剧类戏剧 更凭着苦力入围金钟戏剧节目男配角奖 近日 他为新作品搜寻者跑宣传活动时 回顾自己26年的演艺生涯 一路起起伏伏 长达两年没戏拍 还跑去发展斜杠行业 研发设计专利 但因成绩惨淡 最终还是默默回到老本行 据三立新闻报道 蔡阿炮在剧中饰演仿式志工 该剧探讨思觉失调症患者 希望向大众厘清 父母只要其中一人离病 就有8%几率会遗传 蔡阿炮也坦言 家族中有许多人饱受精神疾病之苦 自己的父亲也是因此过世 演出时不免感慨万分 他受访时谈及 自己曾跑去设计高尔夫球相关产品 申请双头水壶专利 在空白期努力发展副业 结果却相当惨淡 虽然商品设计可爱 但因为不实用 最终没有留下什么成绩 他便回归本业继续拍戏 过去 他曾有一段长达15年婚姻 但和前妻个性观念不合 即使夫妻两有房有车 孩子也出生 但各忙各的始终没交集 加上蔡阿炮坚持放弃业务工作 北上进演一圈打拼 期间 他外遇不断 身边女友一个换一个 老婆对此人睁之眼闭之眼 蔡阿炮曾在节目大方承认 交往过无数小三 数量多到数不清 从圈内女星到圈外人都有 甚至有女人愿意让他吃软饭 提供他北漂生活开销 很多都是短短一 二个月到半年 大家看顺眼就交往 个性不合就走了 老婆也都知情 直到离婚后 他遇见第二任妻子罗玉莲 才真正定下来 蔡阿炮经过某间皮包店 对女方一见钟情 对方也认出他 正式演过后山日仙照的明星 半年后 两人又在停红绿灯时重逢 靠着朋友帮忙牵线约吃饭 才顺利交往 因为彼此都是第二段婚姻 更加珍惜对方 蔡阿炮透露 妻子会撒娇叫他起床 相识相爱十多年 夫妻俩相当和开 再简单的小事 也因为对方变得不一样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